纵观天下妙事 横贯古今奇闻 欢迎来到古时那些事 我是主播小可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东汉历史上最完美的皇后 不是大名鼎鼎的殷丽华 而是明德皇后马氏 福波将军马园的小女儿 毫不夸张地说 即便放在整个中国古代史 明德皇后也有资格名列千茅 马皇后十二岁入宫 四十余岁去世 身后美名满意 没有人能对她挑出半个不子 在充满利益纷争的皇宫 可以说是个奇迹 在屹立皇后时 皇太后殷丽华说 马贵人得贯后宫 即其人也 一句话不容置疑地 将马氏推上皇后宝座 后宫女子争宠 既是天性使然 也是利益诉求的必然 可是马皇后却主动地与其他嫔妃分享恩宠 她时常叹息皇帝的自私不够多 所以不断给汉明帝推荐妃嫔 谁得到皇帝造型次数越多 马氏就对谁待遇越优厚 要知道马皇后自己一辈子没有生育 只领养了贾贵人的儿子刘达 刘达就是后来的汉章帝 马皇后对她嗜如己出 亲心服育 母子俩一辈子没有生过半点嫌隙 刘达登基后 对待马皇后远远胜过生命 国家大婶也向来尊重马皇后的决定 马皇后一生简朴寡欲 不尚有乐 有一次皇亲家眷们到宫中给她请安 远远看见皇后穿了一身别致的外套 以为是某种特殊材质的仇杀 当凑近了一看众人忍不住大笑 原来竟然是纺织的稀疏粗糙的布料 马皇后一生反对奢华铺张浪费 皇亲国企中 谁敢给马车装饰金银 就直接被从亲族名单划住 赶回老家 谁保持谦虚朴素之风 马皇后就不予余力地表征奖励 她甚至在啄龙园 重丧养残 设立知识 让后宫女子自给自足 她自己也时常参与劳作 皇亲中 最倒霉的一个群体 就是马氏一族 马皇后对她们管束极严 年到刻意压制的程度 汉章帝即位后 按照惯例 要册封马皇后的三个哥哥 马辽 马芳 马光为侯 被她两次拒绝 古代像马皇后这种贤德女子 一点不少见 仅凭这些表现 当然不足以惯以完美 事实上 马皇后是个德才兼备的女政治家 汉明帝在世的时候 每遇到朝中争议难决的大事 总要征求马皇后的意见 马皇后每次都能帮汉明帝分析得很透彻 更难得的是 遇到分歧 马皇后不会去奉承汉明帝 而是用技巧说服汉明帝 汉明帝一生最大的毛病就是苛刻 用法过于严酷 马皇后拿出女人的悲悯 多次劝劝汉明帝 有一次把汉明帝说得一夜无眠 终于幡然大悟 此后风格日趋宽幼 汉明帝驾崩后 马皇后亲自执笔 撰写《险宗起居录》 并承担对汉章帝的辅政工作 朝中一应大事 都离不开马皇后的辅佐 她甚至还能在闲暇之余 充当老师 教授小王子们经书 我们只能说 人的才华有时候是有天赋的 马皇后不光有洞彻事物的见识 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沟通技巧上 她也表现得非常出彩 比如 汉明帝有时候也会纵情游乐 马皇后没有板起脸劝谏 而是以风邪陆雾伤身为由 为万告诫 恐怕东汉明章二朝时期的后宫 是历史上最祥和的家庭 这些都得益于马皇后的功劳 马皇后的能力 在她九岁那年就体现出来 马园蒙冤儿死后 马家门庭清冷 偏偏乌露又逢阴雨天 马园最聪慧的小儿子 马克清夭折 马夫人受不了打击 精神失常 尚在孩童时期的马皇后 竟然承担起母亲的责任 调配童仆 受理家中内外事务 听取汇报 做出决断 一如小大人 所以 马皇后有理由 接受后人的崇拜 不过 多名德马皇后纪 除了崇敬而外 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 说不清道不明的缺憾 世上不存在完美 一切完美背后 一定存在让人唏嘘感叹的地方 马皇后完美的背后 有学汉吗 有 首先 她与汉明帝的个人感情 杂揉了水分 马皇后有委屈求全的 过度自我克制之嫌 马氏被立皇后 发生在永平三年 按理来说 皇帝即位后第二年 就该册封皇后 为何汉明帝脱了三年 有一个小细节 透露了端倪 毅立皇后时 汉明帝未表态 是英丽华看中了马氏 其实汉明帝最宠爱的女人 并非马氏 而是英贵人 这位英贵人身平不祥 应该是英丽华的族人 英贵人给汉明帝 生有一子刘畅 因为受到宠爱 子以母贵 刘畅被封在富庶的梁国 租赋收入是其他王子的数倍 既然英贵人受宠 又是英太后的娘家人 为何不离英贵人为皇后呢 汉明帝有难处 英丽华更有难处 原因就是英氏子弟不争气 遭受了太多责难 东汉政权是豪门氏族 与皇权共旨天下的模式 立谁做皇后 谁做太子 关系到豪门氏族集团的 下一轮利益诉求 因此 在英丽华占据第一任皇后的情况下 第二任皇后依旧信英 势必引发豪门集团的反弹 偏偏 英氏家族接连出现败类 影响非常不好 就在永平二年 英丽华的亲侄子英丰 悍然杀害了妻子 立毅公主刘寿 这件事让英丽华很被动 也让汉民帝勃然大怒 压力之下 汉民帝下旨处死了英丰 责令英丰的父亲英舅夫妇自杀 儿子犯罪 怎么也用不着爹妈吃锅烙吧 英舅可是英丽华的亲弟弟呢 问题就出在英舅身上 这家伙一贯骄横跋扈 搞得刘秀当初就很头疼 有其父才有其子 英家人自己把把柄交到了 豪门集团的手中 英贵人再受宠 汉民帝也得掂量掂量 英贵人出局 还有三个人选可考虑 一个是汉章帝的生母贾氏 一个是尚书严章的两个妹妹 严贵人 汉民帝为何不选择他们呢 这三人对汉民帝来说 意义一样 他们都是豪门集团之女 选择他们等于给下任皇帝 制造外企专权的条件 所以在英式出局的情况下 汉民帝一定要选择 最没有势力的家族为外企 马氏恰恰符合这个条件 马园去世后 马氏一族备受欺凌 几乎被提出豪门行列 马氏的堂兄马炎 被迫解除了马氏与斗士的婚约 将马氏三姐妹一起送入宫中 玩了一把命运大赌博 没想到 几年后朝政的局势 居然正好给马氏送上利好消息 所以马氏被列皇后 所谓汉民帝宠爱 绝不是主因 皇后本就是政治产物 政治才是汉民帝要考虑的第一因素 我们从汉民帝对马园的态度 也可见一斑 在临选云台功臣榜时 东平王刘苍 曾惊惊讶地问汉民帝 为何马园不在其中 按马园的功勋不是该不该位列榜单的问题 而是能不能拼一拼三甲的问题 况且马园现在是汉民帝的国杖 汉民帝对此一笑了知 不做解释 其实刘苍没弄懂汉民帝的心思 他只要看到另一个事实 就应该恍然大悟 即便马氏被列皇后 马园的冤屈一直没有得到平反 直到汉民帝驾崩前一年 才下旨为马园建坟建祠堂 算是不公开的为马园平反了 这个事实其实就表明 汉民帝有意压制后组 他需要一个弱势的后组 更残忍一领说 马氏是他平衡朝局的棋子 神书中有一个故事 某一次汉民帝召集仲裁人园中欢聚 大家说应该请皇后来呀 汉民帝笑笑 他不喜欢游乐 来了反而没去 从此但凡有娱乐活动 都不请马皇后 由此可见 马皇后只是汉民帝的另一种需要 是照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 像这种人伦之乐的事 汉民帝认为不该属于马皇后 这么说有点残忍 难道史书中说 汉民帝宠爱马皇后是假的吗 我认为史书用词不当 或者说脱离了人性谈情感 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汉民帝与马皇后大半是政治夫妻 缺少人伦之爱 汉民帝对马皇后的情感 更多的是敬重 加几分信赖 马皇后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很显然 他因为父亲遭遇 变得极其早会 过早地悟透了政治利益的本质 所以 他一生都在竭力克制自己的欲望 以道德的准绳 将自己牢牢绑定 比如 他主动为汉民帝推荐嫔妃 我们不能怀疑马氏的胸怀 但是 我们不能相信 一个人可以完全抹杀掉人之天性 这里面 不可能没有马皇后的自我压抑成分 再比如 他难道不渴望为父亲喜愿吗 为何终其一生 马皇后都没有提出过这个要求呢 因为他知道 这不单纯是马氏家族的私事 背后是政治利益 所以要克制 让人叹服的是 马皇后的这种自我约束 居然脱离了委屈 变成了他个人的道 在两次拒绝给三位哥哥封喉时 他说过这么一句话 夫至孝之行 安心为上 意思是说 对亲人最好的孝行 就是让他们安 说这句话时 我们仿佛可看见 马皇后结痂的心脏 微微颤动了一下 荣华如烟云 权势如浮尘 想当初马将军在世 马是一组何等风光 转眼间 连一块坟地都求之不得 这一切还不都是被皇权所赐吗 所以 权力在手 等同于捏了一颗炸弹 为了不让后人 再体验到生离死别的痛苦 还是谨慎远离得好 马皇后就是这样 一生自我克制 始终拒绝马是一族接近权势 这不是个人德行的自我炫耀 而是发自内心的安全需求 可惜世上没几人 可以达到马皇后的境界 从她之后 东汉权力场上演了一幕幕 比马元当年还要惨烈的多的悲剧 剑出六年 马德皇后马是病重 面对束手无策的太医 汉章帝下令为她举办祈福仪式 马是淡于一笑 忽住不可信 生死有天命 别徒劳伤财了 数月后 一代行后马是病故 虽然她连名字都没留下 可是她的光辉闪耀千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启尽